一样的方法就是 第一个先观察一下台英外汇的资料 不过这个台英外汇的那个 它的版面 如果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如果你把它缩小一点点 它好像就变成 它的版型会变化 它里面有JavaScript 会判断说它的宽度是不是小跟大 那会因为可能是平板手机 不同装置它会变形 所以如果今天你假设调小 你会发现它那个 集齐就不见了 拉宽集齐又出现了 好不好根本注意到这一点 那如果像这种状况的话 我的习惯 干脆就是把 把什么呢 把那个右边的这个 这个程式有没有 把它Duck到下面去 就是不要放在右边 而是放在下方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样比较不会扭 当然你也可以放右边 就是说你不能拉太宽 那会受限 所以怎么办呢 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在这个右上角有个三点 关键的地方 这个三点你可以点它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说 你要把你这一个版面放哪一个位置 预设的话是在右边 Duck to right 然后你可以选这个 Duck to button OK你可以把它放在下方 这个时候它会停在下方 那它的好处就是它 就上下不会左右 不会影响到版面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先找什么 找这个里面的Di 这个里面的 它的原始码 所以必别 把它选取 美金按右键 检查一下 那它会告诉我说 这个范围它是一个Di V 然后它的class是这个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可以把它的class复制一下 里面的话是什么 什么hidden form print show 那我可以把这一串呢 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呢 当我去抓取资料的时候 跟它讲说 我要find all 所有的Di 而且都叫这个名称 那前面的名称就是叫data name 意思就是说 这个data name 实际上应该叫辟别 不论就是rent name也可以 或者什么其他名称也OK 然后呢 就把这些一个一个的全部抓下来 所以这边假设有20个的话 就丢到20个 就是那个data name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买入跟卖出 你可以观察一下 现金你会按右键检查 它叫这个名称 叫什么 rent 这个content cash 的这个这一串 那你会发现跟下一个 是一模一样的名称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它这个地方的现金 现金的费入不管买入卖出 它好像都取一样的名称 它的class名称都叫这个 那集齐的也是一样 集齐后面好像这两个 它这个的名称 看一下是这个 做一个什么slide 这个后面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它的那个 辟别的名称 会对应 这个现金买入就变成这两个 一对二 这边也是两个 OK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抓这个资料的话 第一个按右键检查一下 它是什么 它是td 然后是这一串 所以我要抓的话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一样有点像填空题 data1指的是现金 这个是td 所以我要抓的是 帮我find all 然后这些全部都抓过来 不过它一个辟别会有两个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第二个的话一样 把data2 就是找那个也是td td就储存个 然后第二个的名称的话 是这一个 所以按右键检查一下 然后把这个点两下复制一下 OK 一样它有一个有两个 所以它一个辟别也对两个 其实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我抓过来的时候 其实最后应该是底下这个 如果把它排版输出是最麻烦的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把它print 假设我今天print print哪一个 print data name的话 它基本上就会把辟别 全部都print出来 OK 它里面的东西 就.test OK tst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它包含一些标签 但是如果你要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就点test 不过这个里面的话 还要跑个回圈 所以我先抓第一个美金好了 OK 你就要for each 里面的每一个 那这里当然前后 一样要把什么呢 一样要把 不一样的东西把它strip掉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我把这边先跑一下 基本上 要怎么样把它排版出去 这个地方的话是最难的 所以我是什么 把每一个每一个都把它 一个一个的输出 但是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输出一个辟别的时候 如何让它输出 它的第一个跟它的第二个 OK 也就是说它的总数 后面Data1是Data内的两倍 Data2也是Data内的两倍 那你必须什么 第一次输出 它如果输出第一个0 这边就01 输出第二个 这1的话 这边就被23 所以你这边的话 要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刚好输出 就可以让它排版 这边我可能那个输出 这个可能换行 Auto range OK 然后把它用什么方式 可以顺利让它排版 那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 这三个先抓过来 然后呢 我们待会再来看 如何再把它按照排版的方式 一个一个 一个 Nain 对应这个两个 两个这个买进卖出 刚刚这边有一个 多一个 是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 你如果多出来的话 会算错误 OK 别名 空白后面 就是它另外一个名称 别名 会影响到 所以这个可能要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 我把它直接print出去的话 Safe一下 直接print 那结果就OK 那不过呢 这个地方 如果我要一对二的关系 要怎么样刚好一对二 所以如果说第一个 假设你 第一次先把它什么 先把它print的话 假设我先 上面先print它的那个 它的栏位名称 然后面的话 假设我先print它的那个 币别 然后面要怎么放刚刚好 不过这个问题 我后来想一个 简单的方法 因为为了让各位 比较容易明白 我的逻辑 所以我后面这边 就画一个表 它的那个index 如果币别等于0的话 那当然01 01没问题 当它下一个的话 当它等于1的时候 这个编号就变成什么 0123 所以它跟它的关系 有没有 跟第一个的关系 刚好是它两倍 跟下一个刚好是它两倍 再加1 OK 应该可以看什么意思 就是index 因为它刚好是 它如果要抓下一个的话 刚好是它的两倍 下一个的话 刚好两倍再加1 所以我就利用 这样的逻辑 所以后面 为了要让后面的东西 能够被抓到 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 再加上什么 把那个就是 data1的 这一个第一个资料 我就把它两倍就乘2 一样用n 用n乘2 然后这边的话是n两倍 然后再加1 特别注意 data2也是一样 它的两倍 这边也是n乘2 然后n乘2加1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就可以顺利的 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把它print出去 看到结果 刚好它一个嘛 它有两个 它也两个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 把我们要的结果输出 OK 最后当然这个地方 其实还可以延伸 要不就把它丢资料库 要不就是像我刚刚讲 你把它改逗点 然后把它输出成一个CSV 输出CSV的话 其实只要open一个档案 把它write出去就好了 只是前面你可能要先把这个东西先串好 再丢出去 其实就OK 应该是前面有讲过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复习一下 因为将来也许你抓到东西 你一般还是会跟像以色尤 把它在以色尤开启 或者给别人的话 那不如你就把它自动输出成CSV档 OK 那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些 那再来的话 未来当然你也可能会需要用到什么 用到那个自动执行 比如说时间一到自动抓 可能每一分钟抓一次吧 或者每十分钟 每一个小时抓一次 然后当然可以自动判断 如果哪一个利率出现的话 可能到某一个 自动给你提示一下 或给你一个讯息 不过在自动执行这部分 VBA还是比Python强 OK 所以我在云端上 我有分享一个 就是直接用什么 用VBA写自动执行 去呼叫Python的程式 我是觉得最方便 不然Python的话 你要让它自动执行 书上是 那本书里面是写 用什么 用那个排程 好麻烦哦 麻烦到一个不行 而且没有什么弹性 那后来我想一个方法 不如就是什么 从VBA VBA里面有个application 点on time方法 它时间一到 它就自动去run 那其实非常方便 那你也可以用 Excel的VBA 去呼叫Python的爬虫 两边可以互相搭配 好 至于细节部分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可以给各位参考 好 今天的话 因为最后一周 所以我当然会 蛮想要多讲一点 可是 时间非常宝贵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 最后呢 这个部分呢 大概就先 刚刚我讲的东西 也都有放在这边 画面先还给各位 再把这个 就是 如何抓取 那个外汇资料的部分 就是在做个练习 可能比较难的地方 应该就是在 他抓的名称 跟后面 名称一个 后面买入卖出 他变成两个 所以一对二的关系 你要怎么样刚好可以输出 所以未来延伸性 可以回去 自己再练习一下 如何输出CSV 应该不难 前面有讲过 另外的话 可以把它输出到资料库 或者是其他地方上面 再来的话 因为 之前我有给各位出 就其他地方上课 出错 除了台英外汇之外 其实呢 台湾的 其他银行 也都会有 那个汇率的网页 所以你们回去 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是一样 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 这个方式 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把 其他的那个银行的 外汇 网页 也可以把它抓下来 那并且最好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延伸嘛 你可以 再比对一下 有没有 哪一个银行的 这个 比如说不同匹别 你可以排序嘛 哪一个匹别 你在哪一个银行 购买 换汇的话 会是最划算的 类似啦 当然这只是一个 练功题嘛 如果可以的话 那这样也是一个 还蛮好的参考的 一个资料 OK 也就是说 那以后 就不需要说 随时还要开网页 才能得到你要的资料 所以未来其实 如果你本来是用人工 去处理这些网页上面的讯息的话 那这些东西 基本上慢慢都会被这种网路这个爬虫给取代 那只是说呢 目前我们交的这个爬虫还是属于比较入门的等级啦 OK 那未来其实网路上还有更多东西是你可能看得到但抓不到的东西 像我举例 像Login 你比如会员要登录 登录有没有 登录进去才 账号密码要先输入之后 呃 才能做其他的事情 那这个可能也是要去用一些方法把它克服嘛 或者像什么 像Google结果我们只有抓第一个page嘛 如果你要抓第二个page怎么办 第三个page 第四个page 就很多个page的话 那怎么办 不过关于这些问题啊 其实都 如果你前面东西都熟悉的话 后面我想应该会比较能够进入状况 因为基本上 最重要的最关键的 应该是我们今天讲的部分 也就是说你要把一些关键的 网页里面的标签找到 还有它的样式找到 你才有办法抓后续的 那刚刚的那些问题其实就是 你只要再多做一点点事情 一样就可以进入 一样就抓资料 所以这部分的话 呃 请各位回去再 花一点时间 把这部分再练习 那我刚刚讲的就是 像python的自动执行 是在第十个单元 第九个单元是firebase ok 如果你要对firebase 有兴趣的话 另外第十一个单元 我有提到 你甚至可以把python打包成一个ese的档案 ok 然后甚至你将来如果要做视觉化报表 可以参考第十二个单元 那未来其实还有蛮多东西可以去延伸 甚至现在最夯的像深度学习 有没有 ok 像机器学习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在我们的这个python基础之上延伸的太多太多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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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的 可以做的 ok ok所以这一期的话我们时间过得很快 那我最后讲一下就你们如果说要把云端上面东西备份的话就是因为这个网址不见得永远会存在喔所以回去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先把这个云端如果你还需要的话你可以把它自行备份 ok备份方法很简单嘛你就直接把它下载我没有保护啦所以你应该可以下载的到 另外的话呢每一次上课也都有录影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这个录影部分的话那你甚至你可以回去可以试着写一个什么写个YouTube的downloader 就今天讲的书里面有 ok 你直接把程式找到贴到我们今天的下面就可以做出来了 ok 你也可以把我们我的影片如果你担心将来影片会找不到的话那你也可以自着写一个downloader啦 ok 那今天的话最后就是这样不然我们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好了 那之后如果还有问题YouTube上面也可以留言啦 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在上面罚问 当然我看到我会回复ok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谢谢